Elevate 这个地方就是 请你把U12FORM后面的事件 这个地方是可以自己改的 因为它所谓的事件 就是当什么状态发生的时候 它才会执行里面中间的那个程式 这个设计流程 其实跟很多其他的程式 其实都雷同 那请你把它改成Elevate 那我们刚刚是CB 我把它改CB01 请你选择 底下这个部分是固定的 可是如果你要写成不固定的话 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for I 等于 这边改成for J好了 为什么 我习惯用J来代替那个蓝 for J J是指蓝 第一列 我跟他讲 第一蓝到最后 最右边一蓝 那怎么去第一蓝 到最后一蓝 最后一蓝我习惯是这样 你可以打一张Range 有点像是这样 游标放在A1 Ctrl向右 它会停在D D蓝会告诉你 那这个地方的逻辑跟前面那个列很像 那只是撰写的方式不太一样 一般是 训辞最后打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打训辞 我印象中 好像他那个 点下去不会提示 你就要自己打 点不提示 对不对 那所以有的时候 训辞最后再把它加 因为训辞是 它的工作表名称 那我如果要提示的话 你就Range点 打一个E And 就是它最哪个方向 最右边的话 就是Excel To Run 有没有 然后呢 刮胡之后 你要去抓什么 抓它的蓝是哪一蓝 打一个C C O 有没有 Color就出来了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告诉你 你最右边蓝 就是第四蓝 OK Color 这个地方它会自动告诉你是4 那记得最后呢 再把那个Shit打上去 为什么Shit打呢 因为你Shit如果打上去之后的话 它就不提示了 所以这个也是麻烦的点 所以一般我是习惯 怎么样 最后再把那个Shit 把它加上去 清单 OK 那这样子做完之后 请选择就留下来 然后中间的部分呢 我用注解了 注解的好处就是 反正留下来 之后先不要删 怕到时候会有错误 我刚才执行 那你会发现呢 它就自动抓到了 那你想说 那之后如果自动增加的话 刚刚一定是不会自动增加 可是如果说你现在好了 比如说进度 进度这一栏 你加到清单里面去好了 比如说清单又多一栏了 贴上 然后一样把它资料里面 一如重复好了 然后 移除完之后 这一些 那它又多一个 所以如果你刚刚原来的方式是不会增加进度 那现在的话呢 我这样 我中断 中断在这里好了 你会发现呢 它会停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回来的 column 它就会是第五栏 如果你要看的话 其实 把它print出来 第五栏 本来是第四栏 那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全部执行 向下拉 多一个进度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比较有弹性 不过你特别注意呢 加上去假设它选月务的话 按确定我要去做什么事呢 用呼叫的 所以在按钮上点两下 请你把那个 干脆直接从那个云端上 我们的程式部分 我这边已经有写好了 直接因为时间的关系 干脆直接 从中间 sub跟sub and sub中间这一些 我把它ctrl c一下 那里面的话呢 我就直接呢 把它放到 直接贴到这个范围好了 我们直接来看 那里面实际上就 前面都有讲过的 就逻辑判断 多重判断 if 如果什么呢 cb01里面的 放的是业务的话 那我就call 批次筛选 这个时候呢 就很好用了 因为如果说 像这种 前面假设你没有写成 共用的方法的话 那你会变成怎么样 你要写很多东西 可是如果你用 共用的方法 你会发现 哇 程式就简单多了 为什么 call一下就好了 call什么呢 call批次 是筛选 传A欄 然后这边是三 ok 然后如果是 是什么呢 产业别 那就是b 以此类推 else 反之 就是什么 is it sub 就什么事都不做 就跳离了 当然这边我们有那个多一个进度 不过进度我是没写 如果你们要就自己再把它写上去 好把它执行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点击业务 如果他按确定之后的话会呼叫那个批次筛选 所以按确定 有没有进度也会出来了 然后产业别 按确定 产业别 也就也就出来了 我问这边是什么 5 第七笔 侦测错误 这是不是有什么 给这里的话 等下再 这个产业别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因为理论上 这个是被盖掉了 那可能刚刚那个游标没有放在哪里 没有放在那个第一工作表 所以最好比较保险的话 还是游标先放在这边 然后再执行 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ok 序齿清单 进度 大概是这样 我想这个自己 你们先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个 他会自己去清单里面抓 现在就正确 ok 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会自动去抓到 那个我们最右边那一栏 地方当然 刚刚那个表单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我刚刚少加了这个东西 少加那个哪一个工作表 所以变成说如果没有加那个工作表 那变成会是第一个工作表 所以第一个工作表 他就自动去抓这边的东西 抓第一个工作表的上面的东西 所以就抓错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后来就多了一个这个 那基本上这样应该就ok了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会在这边多加一个就是说 有点像进度 那可是进度一个状态列 那个东西呢 我预设是用一个label标签 那他的预设的宽度 我把它归零 就是没有 那什么是会跑出来呢 当我按这个确定的时候 比如说我客户比较多 会跑比较久 那我按确定的时候呢 我希望让他怎样 可以有个跑这样的一个 慢慢慢慢往前 那实际上呢 他的状态会增加 是因为我把它的宽度增加而已 当他增加到最大的时候呢 大概宽度就跟我们那个表单差不多宽 ok 那所以 基本上呢 这怎么控制的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大概 第一个 我在这个地方 拖拉一个这个啦 就是一个用标签 这最简单的 拖拉过来之后的话 我大概就改几个地方 如果说将来呢 你希望 让你那个 做出来表单 那如果跑一个资料 跑比较久的话 你可以增加一个这个 那基本上他的规则 第一个 加进来 然后呢 名称 取名叫PB好了 叫Pubus Bar也许 你可以用其他名称都没关系啦 不过我这边叫PB 那另外的话呢 他的那个Background Color 就是说呢 他的背景颜色 如果你要醒目一点的话 也许就用红色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加了红色之后 其他部分的话 宽度的部分 我这边预设是200 那当然那个数字的话 你可以随着你那个表单的宽 去做动态的调整 OK 大概200了 你取一个整数比较好记啦 你不要取一个 连自己都记不起来的数字 然后那高度 高度的话你可以 看你自己的需求 高大概这样子 那预设值 如果说你希望他启动的时候 Visible不要被看到 你也可以从这边改 wise等于0 或者Visible等于false都可以啦 就是可以去修改 他这相关的属性 那我是当什么状态呢 当Elevate的时候 我把他的宽度 怎样 设为0 所以呢你会发现 我启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不见了 他其实不是不见 他只是宽度 被我改为0了 那宽度改为0 实际上就等于看不到啦 当什么时候会被看到呢 就是当我按一下 这个确定的时候 那慢慢慢慢增加 OK 那可是我按确定的时候呢 我要怎么样让他 慢慢慢慢增加 这里的话刚好 我们在哪里呢 这边有个共用的事件 还好是共用事件 如果你不是共用事件的话 那你每个地方都要 维护他的宽度就麻烦 那这个批次筛选部分 我把它切过去 不过一般如果你要从表单 切到你现在的这个位置 要不就把它打开去找 要不有个简单的方法 有不要放这里 好像有一个快速键吧 叫Shift 再按F2 以前习惯是Shift加F2 不过我看是不是从这边 Shift加F2 这个定义 你可以从这边点下去 它会自动跳到哪里呢 跳到你这一个方法的位置 那有的时候因为你写太多 你不知道在哪里 要找半天 所以交规一个一招 就是说你直接在这个地方 按Shift加F2 或者从检视里面找这个定义 Shift加F2 它就跳过来了 那我只有更新哪些地方 大概就是第一个 一样 先把那个PB归零 不过特别注意 我在这个PB前面多一个Home Home点 因为它是在表单 跟模组是不同 不同一个区域 所以必须要把那个什么 前面 PB前面加一个Home Home点 PB点 Wise 等于 不过这个 你们可以再斟酌一下 因为刚刚启动的时候 已经归零了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在加 就可以再斟酌一下 如果两边都已经有 那这个可能 这个也许 这个不用 那需要更新的部分的话 最重要 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当它跑完之后 NAS的上面 NAS的上面 我只有增加两个东西 一个是怎么样 就是它的Wise 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 因为我现在的列数 是从2开始 所以我每跑一次的话 那我必须 先把它减1 因为你问个减1的话 从2开始 一下就有2了 不对 然后再乘上什么 乘上它的百分比 也就是说 我的宽度是2000 那每一个区隔的话 每一个区间的话 基本上就是除以它 总共的比数 那它总共的比数的话 是由R来决定的 所以呢 我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去更新 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宽度 给它一个宽度之后的话呢 再去做什么呢 特别是 这个东西一定要加 HOME HOME 点什么呢 打一个Repent Repent 这个顾名思义啦 就怎么样 重新画一下 重画的意思怎么样 因为你没有没有重画 我后来发现 它是全部跑完之后 咚 才状态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Repent的话 它不会重画 不会重画 就是会只有头跟尾而已 所以你要看到中间细节的话 那你必须想把它Repent一下 就是你宽度变更的 利用Repent 让它重画一下 不过 Screen Updating 似乎没有影响 理论上应该Screen Updating 也不能关掉 因为Screen Updating 所以似乎 Repent好像也没有被影响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地方执行 预设它就零了 按确 就选一个 客户名称 或其他也可以 按确定 然后它就慢慢慢慢增加 停了 OK 到最后结束了 不过最后结束了 是不是你要再把它 归零 那就看各位了 大概只有几个地方变更而已 所以这是把重点提示一下 一 增加一个这个 里面的话呢 我名称叫PB 然后颜色变更一下 最后面的宽度呢 设为200 大概有三个 三个属性变更而已 第二个是 当我在Activate的时候呢 把它归零 把它归零 然后呢 当我去做那个 所谓那个什么 直接执行 执行它的时候呢 那我就是直接 在NAS 特别是在这个共用方法的NAS上面 两个地方 一个是 决定它的宽度是多少 那宽度就是从 它的比数 乘上 它的百分之多少 那我是用200来出R OK 再加一个Repend 大概会只有几个地方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上去啦 所以 大概有几个动作 增加进度 我把它update一下 之后 之前的那一个 screen 那个什么 Previst Bar 就把它更改成这个 大概有123 三个方法 然后把它出时值归零 最后共用方法 就这两个 那做完 做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就启动表单一下 那基本上 如果业务都按确定 这样好像蛮正常的 刚好跑完 刚好就是200 OK 那如果是比较长的 这个 感觉也还OK 那如果说你将来 会有那种 需要跑很久的那种 比如说像下个礼拜会讲到 有关从网络上下载资料 那下载资料的话 它那个会跑得更糗 所以有的时候 因为你网络连线不稳定 常常会造成 可能你要等待的状态 那如果说你 适时的加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效果 感觉其实就还蛮好的 而且这个东西加上去 不会增加太多的 可能要做太多东西了 基本上我就把它整理 归纳出来 就三个地方 就是增加一个label 然后改三个地方 初始值归零 在你的那个方法里面 其实就是回圈 基本上你只要找那个回圈 在NAS上面 加两行就可以了 那这两行包含就是宽度 就是根据I的值 给它 它应该要给的百分之多少 然后它去调整 最后repan一下 就OK了 所以如果要增加一个状态力 并不会很复杂 OK这里的话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那因为今天 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那下个礼拜的话 基本上我们的进度 就要继续再来看 有关那个 也许从网路上 从云端上下载资料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说 有关工作表的 其他的相关的应用 包含就是说 也许排序 也许是做分割 合并等等的 可能不能用 不能用函数 内建函数 一定要用VBA的部分 我们就会在这边 做一些说明 OK 那今天我想就先讲到这里